香港一向都比较安定 我们是被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我们也是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一 好像是第三名 我不大明白我们那些年轻人 他说他要求更多的自由 可是他要求谁来帮他拿更多的自由呢 他是要求美国美国在这个自由榜上 差不多好像17位吧 落后于香港很多 你去像一个没有这么多自由度的国家 要求给你多点自由度 而这个国家并不是你自己的国家 我相信荒谬的情话 这里就完全显露出来 你就看到这些所谓的年轻人 其实是暴徒 他们的无知 因此呢 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走得好好的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可是为什么现在人家要破坏我们呢 我相信 我们必须要看看 如果一国两制失败了 谁最有好处 所以作为一个香港人 真的要头脑清醒 看清楚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在我来说 祖国永远是我的后盾 我们都是中国人 不论是在内地 在香港 在澳门 在全世界 我们都是朋友 可是 外国的一些政权 他们从来不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只会利用我们 他们不会为我们的利益 发生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在香港 我们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